再来看一下这一盘柠檬 上次它是长了这个虫 被我手掐了 看一下有没有复发 好像没有 好像真的没有了 一个都没有了 所以像这种大一点的虫 用手掐还是比较的合适 再来看一下土豆 这个虫还在不在 有没有 这个叶子被咬的稀巴烂 这里有一个 哎呀掐死你去 可能这个土豆 它的这个叶子实在是太多了 而且它有一些卵 缠在这个叶子上面 后面可能又孵化了 又长出来了 所以像这种叶子多的 就要经常来看一下 有的话就把它掐掉 总有一天是会被你给 掐灭绝的 不过没有之前那么多了 就要再来看一下这一个草莓 之前是长了这个红蜘蛛 现在怎么样呢 这两片叶子是没看到 因为下雨新长出来的这个草莓都烂掉了 哎呀摘掉了 浪费营养 哎呀这里有一个 这里有一个 说明这种 成天蓝的 它可能是 药效没有那么 应该说效果没那么好 毕竟它要考虑到安全 所以像这一种的话 就要隔一阵子 连续喷几次 可能效果才好 不过还有一个方法可以制这个红蜘蛛 就是这个草莓它不好 这个冲水 如果可以冲水的那种蔬菜的话 这个红蜘蛛 把它用那种 比较大的那种水 背面用这个冲几次 也能把它给灭掉 好在不多还好 这种草莓的那种草莓的那种 这种草莓的这种草莓的这种草莓